华波帐号5001-6766 5001-6766 银行帐号银行贷号土地银行 005帐号012-001-198-660 012-001-198-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关爱众生 永不离席 生命电视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同法讲座 光子在菩萨 心神薄热薄明 海涛法师 照见乌云皆空 独一切苦 有另外留国的公司 海涛法师同法 在镜头论被学甩 待准备 最后到这位 黑熟气 kry枉 你是色 手相信是一副是你 舍离子是竹发空香 不生不灭不高不尽不增不见 世故空中无散 无手相信是一副 无言而闭上神明 无色深香味出发 无言间乃至无理世间 无明亦无意境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情 无枯击灭到不知名无得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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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当然有很多人说 是我家买不出去 要念什么 我说念什么都有好 只要你有信心 你要去报寺 还要念经 一般都还好 但是 你也要告诉 家买不出去又是怎样 钱贪就又是怎样 也是要生怒病死 你要了解那种理 虽然你念会贪钱 但是你不能接到 因为贪钱 刷入到 这个世间 白天晚上变化无常 花开花泄 做行李英万得 浮浮沉沉 他那买高评 跟伴侄的一样 伴侄之所以好选 是念书念书 也不能再叫做好选 但是 如果你坚持说 我要贪钱 我一定要得到 那你这样来念大悲咒 意义就不大 所以要无染灼心 不执着的去念 第四 空观心 观就是 观修 观修就是 其中 地会的观叫 经重 专注 看到观察 分析 这个叫观 但是观什么 万法的本体 那意思 是诸法空向 你看清楚 健康 打扁好业 当然 世间人 都要求健康 好业 顺利家庭 圆圆 但是 不能接着 有那么多万种 圆圆圆 可以 念台币就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 那 本体 都同样 所以这本是车 这是灰 这是麦克风 那是刀 但事实上 那是一个雄 那它的本体 都是同样 空无自信 你要把它分析 所以 刀合起来 是这台名 卡 面板 油插 木板 那这里面 就没有刀的名 那是一个组合体 那你常去看 这叫做地府的观照 观空 也叫空观 这样你念台鼻酒 因为台鼻酒 如果要参新立荣 就像镜子反光 就像湖面 毫无波文 他可以把湖上的这个大教堂 显现在湖下 这样拍照 很美啊 好漂亮 但是 为什么他可以看清楚呢 因为湖面是平的 他知道 镜子里面的是幻化的 那各位 这样去看待一切 如梦幻泡雨 晚上做梦的 你知道它是假的 白天在忙的 也是假的 那各位要练习 每次练习 你心里就很平静 菩萨清凉月 常游必进空 每天你利益中心 没有压力 为什么 没有这个我 没有这个利 所以镜子显现万象 一点都不费力 为什么 你有空观 它更清楚 就像那个水晶球 多面 多面它可以反射得更厉害 所以你越清净 显现的就越好 那我们念台比酒 如果能够用这个心 那你就跟 观音菩萨的心 合在一起 一大慈悲心 加上空观心 这样来念 当然观音菩萨 希望我们有这个前行 那这个前行 习惯了 像我们跟你说一遍 你就踏一遍 然后你慢慢慢慢 你就变习惯了 每一次你都 做好这十种心 再来 表现出来的行为 恭敬心 先拜佛 先拜观神菩萨 再来呢 各位可以摆一下 拜完腰 向马后拜这个 希望众心 北部 都得到观神菩萨的价值 所以 尊敬别人 佛教的信仰 是尊敬 以尊敬佛 也是尊敬自我的本性 自信 去尊敬所有众生 我们看不起别人 不要从像 比较少了 比较少了 天道 鬼道 不要有这个分别 一只甲爪 一只高侠 归佛 归法 还没输到的 我至少把你归衣了 你再有慈悲心 哦 你要够吃 那真偉大 但是 至少 你对他 这只小小的动物 也好 看不到的众心 各位 经过树 感谢树神 吹到风 感谢风神 踏在土地 感谢土地公 各个五所公路 感谢政府 感谢这台关 五所公路的人 感谢老百姓 大家会帅金 你如果没有帅 帅金也没办法维持 要更感谢 当主建造 所以我们 吃个饭 做个事情 那我们要去想到对方 没有对方 没有我们 万法皆空 一定要有一个助言 他才会生起 所以 对外在事物的恭敬 对不对 对人 所以我们佛教徒 对这一点要注意 谢谢对方 感恩对方 尊敬对方 亲身器语 所以我看到每次 大法师来了 喪失来了 大家就站起来 哦 面对他 欢迎他 那各位 从现在开始也要这样 你走到什么地方 故意去尊敬对方 跟对方打招呼 下车的时候 坐进人车 谢谢你司机 给点小费 因为人们要贪钱啊 给点礼物 给点祝福 要用这种恭敬心 那我先生不是这样说 你如果用这几种 心器念大鼻酒 那些大鼻酒的功德 跟那里面 都是说的一样 求富贵 求变财 乃至一天念三变 就不得了啦 那灵命中十方诸佛 十五种善生 离十五种二生 你身上有这个力量 帮助众生 所以不要骄傲 不要凸显自己 凸显自己 大乘佛教 是把众生超过佛重要 第一个位 佛法是为了众生存在 佛已经成佛 哪有痛苦 是众生在痛苦 所以呢 客户至上 病人第一 人民最重要 众生最重要 我们不可以 我讨厌比你更高 我很会读经典 我是出家人 我修行比你久 等等 把自己弄为高高在上 而忘了 从内心里面 去尊敬对方 所以各位 你们肯定不要插人 你们肯定 看到不拨的人 你就要特别地打酒后 像我这种人 就是 这也是帮我修行啊 因为人家都认识我 如果我今天车子 刚好窗户打开 他看到我 他跟你打招呼 你不跟你打招呼 他臭屁 马上对方 就给你一个坏印象 所以 他还没打招呼 我就赶快打招呼啊 所以 在这一点 就帮助我修行 但是各位 你们现在也要练习 主动的寒暄 主动的打招呼 因为我们内心尊敬对方 用尊敬的眼神 看着对方 用和蔼的语言 问候对方 这是基本的 做老伯 也对孩子 也不能说 我是老大 我可以管你 我只是做模范给你看 那你做得不好 那我也是很轻声细语的 我尊敬你是未来 我认为在国外 这一点观念也不错了 孩子不能怕 免得太累了也不行 因为小孩们很重视儿童教育 保护儿童 等等 你也不能打老婆 不能虐待动物 他在法的上面规定了 在某一些方面很尊重 第四 再来 悲下心 重心统为大 把人统要紧 因为他怕我们身体傲慢 因为佛法的根本就消除我慢 正如空性 你老子的我跟你不一样 我的优越感 我给你做疑心做破书 讨厌 你讨厌厌 那人有优越感就不好 所以较好人 开较好车的人 身体比较漂亮的人 身材比较好的人 这是你的福报 但是呢 不要故意在别人面前显现 我比你好 我们虽然有机会 学佛 学佛真好 但是我们不能看不起 度高 看不起没有信用的人 我们虽然在吃菜 看他们在吃肉 那我们要有悲下心 为什么 哎呀 这个度力啊 我没办法给你影响 教法 这是我不对 所以我想 什么叫菩提心 无中一切重心 一切战乱 一切痛苦 都是我这人 我没有负好责任 要有这个 悲下心 那各位 我讲的是真的哦 大乘佛教 俱俱自治 都是戒律 都是心灵生命的戒律 要用白人 用重心 用世界 放在你头上 去尊敬他 包括各位 用个马桶 谢谢你 谢谢你帮我啊 不然我活不下去啊 所以 要有这个悲下 然后再去尊敬 但是千万不要 不理人家 自以为是 高尚 折善固执 这种 没有很好 所以各位 要穿得漂亮的人 你就要穿得不好 挑肝 你要让自己练习练习 我们到寺庙去修行 就是故意要 疏忽就这样 免共 让我们去修苦行 让我们去肮脏 那这样你才不会 你会脱离 对外表 对外 对个人的身份 学术地位的 傲慢心 咱是要来 念这边 来 乎无众生 乎无世界 做众生仆人 咱是男人 咱是小奴隶 和为对方供养 尊敬 这一点 我在机场 时间很多 我发觉 机场 很多人 就比较高尚 我看 我这些商务舱 我 那面 走着就不一样 我商务舱 我头等舱 因为人是凡夫 你也要给他做头等舱 他的面就变了 我跟你说 大家都一起在做异光没事 你放他为会长 会长就弊名 业障就献权 我开始就中谋了 因为我做会长了 在做居士的时候很谦虚 人家叫 师父阿弥陀佛 我臭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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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师父呢 化胆化腮 但是我想各位 佛教不一样 佛教给你任务 给你做会长 给你做助持 是要我们去死 去服务众生 把人行我了 要背下 要恭敬 而不是说化胆化腮 所以我们做礼工 不是来指挥别人什么事情 我们做礼工 是要好好好 你不忙 我带你忙 你做不对 我客气跟你说 不行 而不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 指责对方 各位要有这种 永远做新人 永远我都不懂 永远我做菜胶啊 不需要 不需要 显现老练在别人面前 这不需要 再来 是无杂乱心 当然我们要保持杂乱 保持悲心 保持平等心 保持空观心 保持无染灼心 这个叫保持 叫不杂乱 以这样子的心去念大悲咒 当然各位大悲咒 两句也要背 也要背 也要背 你就很少用念头了 但是念头还要永远记住 不管你要背 不要背 那你这个念头 你要一直注意 我念大悲咒 是为了大慈大悲 我对待所有众生平等 所以我 我还是鼓励各位 把这十种心多念起 是念到背起来 背起来以后 像我现在在说 你也不要认为身或浅 我也不觉得身或浅 我感觉 我所知道的 体悟的 跟各位报告 这样子 对错 那无所谓 但是我尽力了 那对我来讲很重要 那各位也用这样的心 去给别人解释 这个念大悲咒 的心态 更严重 要怎么说 其实这个心态 就是观神菩萨的心态 你要入观音心 你要入地藏心 你要入阿弥陀佛的心 那我想 这些精就叫我们 你把这个心合起来 叫密 我对我说的 三妹 保持在这个状态 所以你今天要背台笔酒 那你这个心 一定要做得很圆满 再来 事无见取心 什么叫见 见就是自己的见解 而不是正确的见解 我因为吃菜不好 没有认识 没有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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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见 把自己这个错误的 跟人在拼 去 我就不要放 我不要接受别人的意见 还念酒不好 吃菜不好 心肝好就好了 心肝好一定会吃菜 吃菜不好一定会好心肝 所以 但是 各位千万不能用自己的 肤浅的 个人的 我见 而且还 特别人的好心肝 这些人的好心肝 心肝好 他这个取心 执着傲慢 就很强 你说他不要贏他 你说他贏他 你说他贏他 他叫他 沾头 我们想跟他 他说你不对 所以但是我们 徐佛 要站在佛的思想 来看待世界 所以要有佛的正知见 最后 是无上菩提心 那就同要件了 念台北就是为了要生佛 念台北就是没有众生生佛 念台北就是没有经过无中世界 都变成镜头 所以要有这个承担 而且无上菩提心 是对所有 一花一草一木 任何一个友情的生命的责任 像我们的儿子在打扁 我们的老伯在打扁 那是我们的诫念 钱开完也要把你救起来 那无上菩提心太伟大了 所有的轮回的世命 都是我个人的诫念 我一定要和每个世命 那开往生佛 无上菩提心 这个世界没有比这个心 再伟大的了 那我们合佛 就合这个心 所以简单 从大慈悲心到无上菩提心 那来到我们来准什么心 所以佛陀说 事故 只如是等心 当然这等不是光这十种心 《怀疑经》 《怀疑经》 讲了五十二种心态 那各位 你在看《优婆社界经》更多 菩萨应有大悲心 三十二大悲心 三十二成就菩提心 乃至各种各种 你讨论这些 对你又有帮助 但是不能卡在佛经里面 我一直强调 你要把它 用到上面来 读一遍释迦牟尼佛传 我们就要显现释迦牟尼佛的心态 生活行为 对人生 对世界的态度 因为我读过佛陀传 佛陀传就是我们西游记的意思了 每个人要找到西方开悟成佛的方法 那不管你从哪一个看进去 所以如果大家都能够存着十种心 来念大悲咒 这就是对观音菩萨最好的 念一下修行的供养 我们给你起报官斋 用大悲心做供养 大放生 革席修法 种种 但是也希望这十种心 成为你去上厕所 你去上班 你去打坐 你去生病 都存着十种心 空观心 没有这个我在伴病 病情心大家都会伴病 希望大家都会伴病 那无上菩提心 希望我生病的时候承担众生苦 愿所有众生都有没病苦 为了众生我要成佛 也让众生也可以成佛 那你就用这心态 所以各位我现在这样你说 就是说 所谓的禅修 观修 不是说你停下来 停下来是更专心 但是各位要练习在动中禅 我在动的时候 但是我已经串习习惯了 我经常在 在思议这十种心 在实践 真的心态 在实践这十种心 但是各位 你要有自己的标准 六十日 如果够 你在家里 你在公司 都要表现这十种心 让我们看到 所以叫相貌 你本来脾气很不好的人 本来不笑的人 你本来会骂人的人 你本来会批评的人 抱怨的人 但是 我今天在修大悲咒 念了七遍 我已经练习七次了 这十种心 那你要给自己 规定好 我今天在日 我要存这十种心 你跟着你脖子说 我自己自己的命 你都不会生气 对对对 我是不关灾 那当然你越想要精进 这个摩考一定会来 但是你要更小心 所以那你要把握住 所以各位还是要 不断不断不断 念习 我因为各位 如果有法度 将这十种心 给他 真的记住 开始吃饭 想什么 都要去想到 慢慢你会发觉 修行好有意义 好有意义 所以我问各位 背这十种心 更要紧 还是背大悲酒更要紧 其实是都要紧 但是你统修的 背这十种心 你会做这十种心 如果你如果不效的 那就很可惜 好 感谢各位 乖乖乖乖 听我说 我因为我这两天 每天要从早讲到晚 我现在晚上还有很多任务要做 但是没办法 一直一直 但是我也只是觉得 各位 能够记几句话也好 故意把这一本发给各位 那我想 事实上 我在二十三年前 就在高雄 讲了多少次的大悲咒 那时候在龙泉寺 包括大悲咒的中文 搞不好更早 讲得很清楚 没有人可以念大悲酒 但是我发觉 这些人 他不会做 他认为说 我念大悲咒三十年了 你还跟我说 但是 他的心没有在念大悲咒 他有在嘴在念大悲咒 那这个也是个执着 你执着大悲咒宫殿 但是你没有用心念 那就可惜 其实用心的人 就像说的 用出离心 修百万哒解 够三杯 六十小节 用佛体心 修百万哒解 两百万节 那各位 你用大悲咒心 这十种心 念一遍大悲咒 比一个散乱的人 念一亿变功德还大 你有了解吗 重点在就是 修行不是时间的问题 不是空间的问题 是你的当下的心态 最重要 很多人吧 没法度 修行师 我要来做什么 我来做什么 这就是修行 当然那是没法度 你如果捏没重点 你就去做看看 像我师父跟我说 如果你有佛教的正知见 你不用去读佛学院 但是如果你对佛教 没有这些知见 那你最好去读一读 那看你自己咯 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有大悲心 你念不念大悲咒 反正你的呼吸就是大悲咒 当然 你有悲心 又能够 对观音菩萨有信仰 和念大悲咒 那这个相应起来 太厉害了 当下即是佛 佛教讲了 当下即是佛 是当下的心态 以佛心来念佛 当下就是佛 最后我要提醒各位 要怎么念佛 再说一遍 当你的念佛 念大悲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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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将祖佛佛 那是阿弥陀佛 所有的功力 融入在我心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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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在你心 然后呢 回向的时候 或是说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 变成阿弥陀佛 融入在你心里面 然后由六个字 转成四个字的时候 那你在放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让人人都变成阿弥陀佛 众生变成阿弥陀佛 他们都得到百千万亿 阿弥陀佛的加持 所有地方 都变成极乐世界 那各位 万法皆是如此 不管你念台语 就有幼书 就有心境 这些法要融入在你心里面 再从你心里面 表达出来 而且 跟现代的人契合在一起 你不能用 两千五百年的方式 去度重生 不能 现代的人要用 什么样的方法 语言 动作 形式来表达 所以 不能骨板 这点 各位要 练习 接触众生 所以我们之所以 成立所谓 慈悲基金会 慈悲协会 希望各位呢 就去关怀 因为我们人去关怀 拍拼的人 散起来的人 我们比较容易 伸悲心 比较容易 我们看得到好好的人 这他臭屁 你可能不容易伸悲心 当然修道有空性的人 你越好爱 我越动静你 你变得钱的劳力 很坦克 所以各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是 你说的听我 你就好 我每天坐在一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是那个意思 阿弥陀佛在你心 没问题 你有这个信愿 那现在呢 去老人院 去医院 帮他们煮饭 那天我看报纸 有一堆阿弥陀佛 开一台卡车 又困在车上 阿弥陀佛 也在那台车 那种粉阿弥陀佛的水塘 就现在来着 没人知道 困在车上 困在车上 去买肉统 三个月的钱 年后 台湾糟糕 去老人院 去残葬院 教他们做 包菜的馒头 这样啦 很好吃 那种肉统跟馒头 结合在一起 教那些老人做 老人也做得很快 自己做得很快 大家又快乐 要那些 那些包菜 哪做 哪开玩笑 我应该 人心很快乐 现在希望 他们儿子也能够 得到这些快乐 那叫做阿弥陀佛 那叫做饭陀佛 那叫做饭陀佛 让我们快乐 再吃素食 那样 标待他的快乐 受苦心 他自己很坎坷 但是 生过病 才会开悟吧 所以 意思说 现在的阿弥陀佛 不是那种形象 现在的阿弥陀佛 变美女 变帅哥 变天主教 变基督教 变成 你要我变什么形象 去服务你 那我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要把 诸佛菩萨的功德 融入在你的心 善巧方便 世间人喜欢什么 我们就变什么 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以代鼻心念佛 什么意思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想要念阿弥陀佛 众心轮回很苦 所以我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从众心都 揉在我心肝里面 各位 小孩在靠老母 一定把他扑到他就点点了 是不是 所以 用代鼻心念 阿弥陀佛 众生入我心 阿弥陀佛有这种心 阿弥陀佛 老母在想竟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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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升起大悲心 要如何让众心理好呢 希望他都往心细细基督世界 用你的心 将众心 上去基督世界 用你的心 将众心的心 浸在静透 他虽然人的五着二世 他的心的静透 阿弥陀佛 这两个方法都可以 但是无论如何 你的心是关键 我们的心是众生的苦 跟阿弥陀佛的连接点 念心经 念人严重 点灯 我们套个的丁 把阿弥陀佛变成光 我们套个的香 把阿弥陀佛变成香 我们套个的甘露细细 把阿弥陀佛变成食物 我们套个的念经 把阿弥陀佛变成声音 由声音变像 那么恨了 哇 观世音菩萨 八十四项 献出来 哦 出去度重心 就像我们在转 转经轮 也是两个观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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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观世音菩萨 八千万观世音菩萨 出去做事了 出去老人 高年 出去无间地义 去天堂 去度重心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 第二种呢 所有的重心 重心进入观世菩萨的心 你知道吗 观世菩萨 把它变成观世菩萨 从重心变成观世菩萨 西呼 西呼 南无 本来是膏 本来是鬼 南无 出去就变观世音菩萨 你了解吗 阿弥陀佛就是这个意思 一切重心两万阿弥陀佛 出去都变佛 去基督世界 你只要来出去就变佛 那各位透过念作为可以啦 所以这个时尊 要显现地乡我们菩萨 这个时尊 显现文殊菩萨 但是呢 这台菩萨 会有化身的不一样的形象 帮助 像头尘六色 念一下 奥马尼伯美奉 那 这里面是天道人道奥 奥马尼伯美奉 因为 力度中心 都有什么信佛 力度中心 和佛的本体 都同一体性 所以佛有什么转化一切 将众生的傲慢 称恨 贪欲 乃是贪嗔痴的恶业 都转化为 同一体性 所以各位 要给众生的机会 竟然要给自己的机会 这个十二不设 台狼棒会 西昕欢 他的本体 也是成本 放下徒刀 力度成佛 没有问题 地藏菩萨 但你 他就转化 所以我们去跟他做念 我们去帮助人 那你都可以转化他 当一个人找到这个快乐的时候 他不需要再去追求世间的名利 我要来买房 我要来贪大钱 我要来 怎么办 不需要 所以各位 一个十八岁的女孩 一个二十岁的少年 他如果了解乎买 用你心 请问他可以丹乱来 不 他不需要 但是别人爱他 他有时候会接受 为什么 度你 因缘嘛 度你 但是他心里没有 无揽着心 他没有揽着心 他也不会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 无见取心 那像各位今天 读了这十样 我该随一定没有完完 但是 你可以 一直去 用这十种心去对 那这个时候 面对这个事情 我要用什么心 那你 你 窜喜久了 你很会用 你很会用 像一个人 有什么 一个人拍四个中 发起一个人 勾一个蜜蛋 哇 很厉害 因为他熟了 那这就 但是 你大悲咒会这样想 这样去念 你用这个来 念什么都一样 你用这个来 读任何一本佛经 做任何一个法门 各位这样说啊 这个不是 所谓南传佛教 大乘佛教 藏传佛教 他已经超越了这个 超越了这个 因为 重点是心态 这个要件 那现在 我们就要 在日常生活里面 去用 那几话东西 最单纯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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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呼吸 来去自如 不离空性 你的空性 佛陀的空性 佛陀的空性 进入众生的本体 也是空性 那这就成为 你的生活 那 我讲过来 各位说 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这世上 都没有看佛青 都没有去 呼吸拜拜 但是你保持人的 收音 会不会成佛 这就是佛 佛法没有高 跟多 或少 释迦牟 你佛讲法 不是说 你要听我四十九年 才会成佛 没有 因缘成熟了 点一下 发起菩提金 走吧 但是 时时刻刻 就像出家人 接下来 出去把后 游行 一年回来三个月 大家再精进 让对方震撼罗汉 而不是每天 都在参加法会 所以我今天最后 要告诉各位 同要件 要表达 今天大家参加 观音菩萨 出家大悲法会 参加完 明天大家都出家 去做事情 好吗 去社会 去公司 去公司 去吃便宜 都没关系 你明天在刚才要结婚 我知道 我现在要结婚了 嫁给我们老公 渡人全家 渡完我就来出家 你不要浪费 因为我开始要去慈悲了 所以我参加一个大悲法会 我会改变我尽未来生命 我偷一变地中间 那我变成地藏王菩萨了 我偷阿弥陀间 那我要让所有众生 都成就阿弥陀佛的功德了 那你去实践 当然在实践的过程 待人接物面对众生 实践的过程 碰到问题 清禁神理性 看父亲 去了解 但是我给各位百分之百不高 我们现在在说观神菩萨 观神菩萨有在头上跟我们加齿吗 你齿齿齿齿齿 今天没有加齿就 所以两句来 应公大叔加齿 哇 应光大师就来啊 因为 再来 曾华长老加齿 哇 中路就来啊 所以我想各位你要有信心 当然如果你信心不够啊 我会叫那种 看来跟你说 有来不来 我都做过很多实验 我这个人是用实验在修行 比如说 这个人看齁 真的看 我就在说话 我就在这里念 人家我就说 欸 你看了什么 欸 你厉害 呵呵呵 原来我心念 你又看得到 各位这真理 这样你就知道 这个看也不看 他跟你说 我看了观神菩萨 我念太久地中菩萨 你看观神菩萨 这些看不到 这些眼镜有问题 你的心还歪掉 还不清呢 又丟着 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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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样实验 我是跟你说 也会让这个 会看的人 念头决定一切 念头决定一切 你给他看看 要有一个敬念 我们平常都要補起敬念 所以 一念佛 佛就到齐 一念大悲咒 所有慈悲的菩萨就到齐 那 也不用怀悦啊 心是无量的 你说 哇 有一千人打悲咧 我没得到医咧 这道有几万的鬼咧 屁屁串 不离方寸 唯心咒 一念悲心 百千万亿的痛苦 百千万亿的魔障 一切超越 这不是 佛教 像一粒甘露丸 像一千粒甘露丸 它的功德是一样的 不能用 我们的人的分别概念 的数字来看 佛的力量 所以各位这个意思 你如果有这样的信心 你走到什么地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个世间就变了 你走到那个水 那么我们 你也可以念财神咒 钥匙咒 你吹到风 哇 透过风 我们的心窟变转金凡 你念大悲咒 所以就像台鼻咒 你来念三遍台鼻咒 水变台鼻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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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碰到你的心窟 像阿弥陀佛 你念二十一遍 阿弥陀佛 你念二十一遍 你的细胞 你的声音 你的胸 你的胸 想跟你握手 都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 所以希望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从明天才开始 都去做菩萨好不好 到一天也会话 哇 我这个大悲咒烟 所以 因为 我们现在很重要 你现在喝水 都不要喝完 你一个台鼻咒的人 你这个嘴咒 在台鼻咒的人 嘴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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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整地都滴出去 这样啦 因为有加持 你的头脏 也有办法在那中心 因为 你不能说 我是一个凡夫 因为 你有台鼻咒 就跟每一个佛 合理替 很简单 所以你所饮的的东西 都有加持 你所走的地方 都会帮助众心 所以各位要用这种心 去供水 去供丁 而不是它数量多还少 你每一次 每一次 供个灯 默念 观音菩萨 默念地藏菩萨 默念阿弥陀佛 百千万盏灯 别人都没念 我来念 所以 现在这些球 以后 散出来的空气 都是大悲咒的加持 学生在这边 打球运动 这个树会 氧气给他们 这个风 这个土地 因为 我们在这边 加持过 而且是 永恒的 佛性是永恒 不间断的 超越一切的 所以 李五界的信心 你走到每个地方 你都会念 你都会很认真 好 最好 我们就要回向 好不好 还有什么节目吗 来 最后 念一下 麻烦这本 回去看完 好吗 很简单 然后当然还有一本 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 然后呢 你就能够更了解了 来 观世音菩萨言 大慈悲心 是平等心 是无为心 是无染灼心 是空观心 是恭敬心 是悲下心 是无杂染心 是无见取心 是无上菩提心 是当之如是等心 即是陀罗尼相貌 那你踏一边以后 你稍坐一下 开始念 呃 大杯就是 大慈悲 你开始背 可能背三个 这样 慢慢背四个 然后跟跌倒呢 晚上背六个 晚上要睡 十个都背开 这样 然后慢慢 你要用 那修行还是要老实啦 所以 而不是要求多 不是求多 而是求深入 一粒球 你差一支尖 都会到达到中了下去 不要说 我什么都要懂 却什么都不懂 这样 回国回来 所有的万法 都是为了 你知道吗 调伏内心 你记得念 我还要念心肝里面 你不能 唇我念得多 我孩子还不听我的话 你很烦耶 因为 你用一个烦恼心在念 所以 这个事情 很难处理的 放下 专心念阿弥陀佛念五分经 然后 心平静 活力加持 来跟说的 不一样 活力加持 不要用烦恼心 每天 花一点时间 所以 你会自己用自己的方法 大家自闭心 是病丁心 是无畏心 哪一只回去 再把你母说一遍 再把你儿子说一遍 再把你儿子说一遍 你就背开了 妈妈 大家在念大笔酒 是什么意思 当然 我要跟各位懺悔 我解释的不远嘛 但是各位 现在有网络啊 有很多善知识 在解释大悲咒观音时心 他们还有学术理论根据 写的非常完整 但是重点是你拿来用 乃是念大悲咒的功德 乃是等等 大悲咒的善巧方便 怎么样去修这个法 这一本很简单 但是很实用 再说一遍 这本都要做完 会成功 法法皆可成佛 所以我想也不需要 随缘吧 跟我们有缘 我们就认真 特别大悲咒 跟我们都很有缘 大家都会念 都会背 那最好 那最好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手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朝正面 基本上是入水水花 我们要做到越小越好 我觉得最最最最紧张的时刻就是 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波姓淳 我待会换你们 那一刻其实你是最紧张 深呼吸 防御就是最好的攻击 防御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 你口都在反了 最重要的就是双手举高 保持大概在耳朵旁边 大概45度左右 最重要一定要保持微笑 手大概就是这样子 一整天下来其实也蛮累的 会觉得肩膀有点紧张 手有点没力 我会在内心告诉自己说 汤包我可以 我很棒这样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提上这念地藏经 也有我的原因 我下地狱众生造的也太多了 都是下地狱业 先念地藏经法 先把地狱灾难面了 完了做了人 能做人就继续修了 所以你修地藏法门 你可以不属于人神 地藏不属的加持 你修念佛法门 你可以升到极乐时期 不得了 不得了索佛时期 但是这个别的师父说 都不是你自己 你自己想 你对哪一法门接近 你耐学 学经论 你从智慧门入手 那就学经论了 你胆子放大一点 我就是利益众生 生死我不怕 将它转去吧 都有众生 转到哪儿 我利益众生 你就发这个大怨 胆子大一点 怨力大一点 一切无畏惧 都纵神 下地狱 做地狱也有纵神 我就下地狱众生去吧 像我住监狱时 我就在监狱讲 就是 人生就是住监狱的 在监狱里讲也一样 但是你随狱 随狱找什么因缘 你发什么愿 这个比较好 完了你自己呢 在那个 这个学佛来啊 你从每个宗 你都舍了一下 那么现在道友 都是知识分子 你都 当然你都看过很多景 你看哪一个 对你最深入 你自己就深入下去 深入下去 不是浅显的呢 这个呢 没自己 因为现在没有这个 没有这样的善知识 直到你无量解的事 跟你一说你就开悟了 这个善知识还没有 还有没有 远也没有遇到 说你修一个法门 不论你去哪修地藏 说属于观音系统 你修观音法门 你会在梦中得到 你的本尊加持 你看这个大家多少都有 所以在你修行当中 学道当中 只有一个 一定得下苦功夫 悠哉悠哉的 禁魔路夫门 这个意思大家懂吗 不论你想哪一门 你必须得钻进去 就是你们大学里头 你用哪一课 你要想悠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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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章文凭可以 你拿到真迹 学到实际本身 完了你就有创造发明 那你得下功夫 我说这个意思呢 就是你学静度法门也好 修指观法门也好 学密宗 随便你学哪一门 你必须钻进去再钻出来 那才能行啊 你现在不深入 不沉入到底去 你得浮浮面面的学不到的呀 学到是调皮的 有些人从行入手 有些人从独树入手 有些人从掺掺坐的静坐入手 那你看你喜欢 这个喜欢就是你有全生的 多生的 累积来的个性 那你学个熟的好啊 学个生的好啊 当然你学熟的好了 容易快容易进入 生的不容易 就这个意思了 那现在的三知识啊 没有人看到你的无量劫 或者八万大劫 在佛在世的时候 舍利福目前人 只能看到八万节啊 八万节以后的 以前的 他就不知道了 那么现在连舍利福目前人 这样的大三知识 正在说 你很难得遇到 有没有 有 我说普贤国人地上都在世间 但是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得呀 有没有小功力呀 你能遇到他 遇不到 遇到你也不信 遇到你也不信 不过你读普贤和文品 普贤普贤告你的话 你信吗 很多的道友们读经 你读这普门品 国人菩萨就是入这样度宗上的 你信吗 因此我最后祝福大家 你先检验检验你的信心 我很多道友 净说大话 信心很没有 是不是我这话过费一点 信心有标准的呀 不是随便说的呀 你信到什么程度 你自己可以对照一下 信心了 信心了 说我有了信心了 什么样标准是有信心 绝至前面起了 直至后面不起 我前面起个不好的念头 我马上就结断了 绝不相聚 绝没有第二念 这入行为 有信心菩萨了 有很多说大话 大话可以说 说我是菩萨 你说什么 你说你是佛 也没错 那是本具的 本具都是佛 不是你现象的 得有作用没有 你就烦恼了 你说病苦了 生老病死现前了 那别离愿更会 五蕴之胜 求不得 在这些个苦难现前时候 你太严处置 根本像没什么事 你入了心位了 那不是随便说的了 当你觉知前面起了 你自己心里一动念 念头不对 马上停下来 那信三宝 信加斯利 你已经进入心位了 不是没标准的 随便说了 从实现满心进入出注 这都是华严警戒的 我说那华严警戒说呢 你进入出注的菩萨 他能到一百个世界 四限成佛 你有这个本事吗 没这个本事 你出注没进入 出注到实注 出行到实行 出回向到实回向 这一共三十个位子 你自己可以一对照一下 你在什么位子上 佛经好像说的很笼统 都是这样的 非常标准 从什么来的地方定呢 从你断货 我对什么都不迷了 对 所以你对什么都没贪恋 你已经升级了世界了 那你一不会颠倒 心不贪恋 一不颠倒 但有一念的贪恋 我刚才跟大家讲那个 他一贪恋他那个波呀 那老和尚啊 一贪恋就不行了 但有一贪恋你走不了 谁系着你呢 你自己欺负你自己 不过你什么贪恋没有 那名与利呀 事与非呀 特别是是非 我们经常的 你那个事不对呀 那就没有个对呀 不对 对不对 就是是和非 你心没有是非 所以自己能检查的 自己看见自己的信心 到什么地步 你可以检查 觉知前念起那子去后面去 觉知一念善心所生 让他不断地挣扎 这两个是相反的 那你子 善让他挣扎 这个很清楚 有每位道友 你想了生死吧 想求生极乐世界吧 要厌插你的心 如果你心还有 起不好的面头 因为一点小事生烦恼的 你哪儿也去不了 你平后得说破世界呀 我夜嫌小了 你锻炼 磨炼 任何事都不烦恼 都不动心 那就心不贪恋 你意也不颠倒 你这个入佛门了 这才叫真正入门 不是成就啊 心不贪恋 一不颠倒 这样你才能够进入佛门 你当心有没有 这是做人的 我这么做的 你也知道 孩子的心灵宛热洁白的画布 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 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 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 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 让最慈悲的开示 让大智慧的法语 让具教化的节目 沉浸孩子的深口意 令孩子的成长之路 有佛 有菩萨 有善之士 长相左右 处处关照 欢迎收场 生命电视台 祝你